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6月29日 大阪樱花期待补风 日本职业联赛周五傍晚继续有角逐进行 届时大阪樱花将会主赢福岡黄丰 们直播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福岡黄丰经济联赛做客尚未开斋 而且球队上次做客大阪樱花就输0比2 福岡黄丰此行凶多极少 上季取得联赛第五的大阪樱花经济依然保持着上季的稳定发挥 目前18轮过后 球队录得32分依然是前五的水准 李奥施亚拉领衔的封线交足功课 他们目前军场入球数高达1.5球 这样的攻击力同样为前五水平 至于李奥施亚拉本人则攻入了七球 是球队的头号攻击手 上轮联赛更加在开场两分钟就为球队奠定良好的迎波基础 老将湘川真思在76分钟攻入球队该场比赛的第四个入球 为比赛结果盖棺定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轮四比一取胜之后 大阪樱花最近四轮迎波的联赛每场都最少能攻入二球 强调进攻的大阪樱花是意必定对福冈黄丰的防线大开杀戒 阵容方面门将金正炫和后卫青五红四军商缺 福冈黄丰十八轮过后已经落后大阪樱花多达十二分 而前者二十分当中只有三分为作客所入 头八轮作客未尝一胜 由此可见福冈黄丰主强克弱的程度有几大 近况方面福冈黄丰亦难以与人信心 他们已经连续七轮联赛不胜 其中输了五场 目前更处于四联败之中 联败期间球队后防每场最少失二球 失球数远远高出赛季平均值1.39 再加上福冈黄丰上一次走访大阪樱花 已经输零比二 此行再度挑战 再度遭遇厄运机会极大 阵容方面 后卫森山公迷和中厂中村郡等人应商免疫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